听说你为了这首歌曲 你还特别去研发了一个舞蹈 是吧 有不一样的舞蹈 是吧 你没发现咱们这个场景 特别像开心网里面 你偷菜那边 然后那个 好 非常好 咱们现在已经进入开心网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 然后您的问题是什么 舞蹈 舞蹈 好 舞蹈 舞蹈是这样的 因为本身来说 我们希望能够编一些 非常好记的舞蹈 能够现场 能够大家一起跳 一起融入 就是这个非常快乐的熔炉 然后呢 我们这一个口号 叫做暴甩你的舞花肉 暴甩你的舞花肉 暴甩舞花肉 对 就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人的身上 比如舞是舞蹈的舞嘛 对 花就是我们花的花嘛 就是肉嘛 就是说跟着音乐一起跳啊 然后因为你知道 燃烧吧火鸟这首歌 不是燃烧吧 不是说错了 爱火烧这首歌 就是这样 燃烧吧 燃烧吧 火鸟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舞蹈 是忘了吗 还是没有忘了 燃烧吧 燃烧吧 火鸟 火鸟 我们有口号了 你知道甩手臂 甩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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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身材 秀身材 是这样的 它是有舞蹈的这种说的 就只有这样子人一毛 还有还有别的 还有来来来 再起来一来 像主歌 还有 燃烧吧 对对对 这就是甩手臂嘛 甩手臂 然后这个对 这个是瘦肚子 瘦肚子 然后你的脚还要动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胯要挺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非常性感的 就是这样 这台湾真的是 行 你这要也别停 好 好 好 对就是这样 太棒了 咱们鼓励一下 就是要把你燃烧 就是要把你照耀 就是要天直到地 直到你直到我心自火燎 别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控制不了 就是要让你燃烧 就是要让你倾倒 就是要天干到地 感到地 感到我心在咆哮 别把我挥放过 挥放过 挥放过 你没分的秒 哇哦 亲爱的燃烧吧 燃烧吧 火焦 我与你燃烧吧 燃烧吧 让爱不少 你来的燃烧吧 燃烧吧 火焦 我与你燃烧吧 燃烧吧 哦燃烧吧 要爱不少 就要把你干啥 就是要把你照耀 就是要天直到地 直到你直到我心自火燎 爱情跟工作哪个比较重要 现在来说是爱情重要了 因为工作的 因为就是你工作的 其实以前我碰见过一个大哥 跟我说那段话 我觉得特别了不起 他说他算是改革开放 最初做生意那帮 他说他那边抛弃了自己的妻子 那边刚生小孩 他觉得他的追求 他所有的想要的东西 就是要那些钱 跟那些特别好的生活 他觉得生活这样才是变化 不能这样去生活 然后后来他抛弃了 总是说跟自己的媳妇离婚 把孩子就整理判个媳妇了 他就去追求了 去深圳也好多地方 广州 俄罗斯也去了 都去找好多东西 他回来真的挺有钱的 保时捷什么都开着 妞儿也不少 然后有一天他就是 他说前几年就有一天 就是他以为他想要的东西 就是那些特有钱的 或者无尽的女孩 好看的房子 然后好看的车 他有一天他说 他就有一回就是 带着好几个女孩 开着那保时捷 去自个的那个 那个海边的别墅的路上 他突然就感觉 一个感觉 他就感觉 不是 他觉得自个儿 真正想要的东西 正好是自己所失去的 其实我发现 你蛮会讲故事的 而且就像是 你再怎么样笑 再怎么样搞笑 你两个故事 都还蛮感人的 还行吧 你就可以感到到人心 因为真真真真 真的人生就是这样 我还过来好多时候 都都 你是有知性的 你是可以上我们节目 谈知性的 知性对 对 我知道性是什么 然后那个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其实看见过 其实好多生活中 特别好多的细节 就会让你觉得 就是说 你所谓追逐的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最开始 很早之前 就有人告诉过你的 如果你这都是废话 其实你 到了 奋斗的二三十年 你发现 你最终追求 想要的那些东西 都是 二十年就 就有人告诉你那些废话 我会给你 徒